提起周星驰,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都是少林足球,功夫等令人震撼的大制作影片 但也请不要忘了那部曾在CCTV6中循环播放许久的《唐伯虎点秋香》 这部影片不仅刚上映就以4000多万的票房,斩获香港年度票房冠军 就连蟑螂与狗自此片后都有了名字 时隔多年当巩俐再谈《唐伯虎点秋香》时,也是面露懊悔之色 可见当时一定是发生了些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唐伯虎点秋香》的幕后故事吧 《唐伯虎点秋香》的剧中表现大多都是些无厘头的搞怪风格 搞怪的台词与专门作丑的面相搭配起来 让大众在观影时也是狂笑不止 可在和谐的笑声中总有几句犀利的吐槽声 而演员巩俐就因在剧中美得过分,被众人吐槽至今 1987年,巩俐因出演《红高粱》一炮而红 之后更是趁热拍了不少好作品 1992年更是凭借秋菊打官司斩获威尼斯影后 坐实了国内影坛一姐的地位 当时年近28岁的巩俐演的都是些深沉复杂的角色 因此他就想改变风格,去尝试一些轻松搞笑的角色 而周星驰也因为名气暴涨 合作的女演员级别越来越高 于是就花了100万的片酬 请了当时的影后《巩俐》出演 1993年就出现了这部有中国影后 与喜剧之王双成的影视作品 《唐伯胡 点秋香》 本以为这样的神仙组合会给大众创造出不一样的经典 可谁知经典是有了 但却与影后《巩俐》没多大关系 《唐伯胡 点秋香》虽然借鉴的是1969年的香港电影《三孝》 但在拍摄时却充分发挥了 90年代香港影片《进阶癫狂 进阶过火》的精神 因此影片中搞怪,形象颠覆,比比皆是 令谁都没想到的是 轮到《巩俐》拍摄时他却各种不配合 科班出身以及在当时地位较高的他 接受不了周星驰这种无厘头的表演风格 虽然他们之前也有过合作 但是在影片也是以搞笑居多 与《唐伯胡 点秋香》这部形象颠覆的影片一对比 那简直就是想不见大巫 还记得剧中有这样两场戏 一场是画夫人与秋香的三个小姐妹 因惊讶唐伯胡的才华 以至于头发都竖起来的画面 但巩俐介意扮相太丑 他影响以后自己的定位 因此他非常不配合剧组的要求 最终画面呈现出来时只有他美得过分 还有一场戏是 巩俐需要被打成猪头 然后周星驰呢用还我飘飘拳 帮其恢复容貌 这就需要给巩俐化个猪头妆 可他呢又因为要保持长久以来的形象 态度强硬的拒绝了 剧组没有办法 只能找个替身 带他完成了这场戏 在剧组始终无法入戏的巩俐 可能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于是呢他给当时的男友张艺谋打了电话 我打电话问过张艺谋的男友 我说这个表演方式好像跟我这个 学院还不太一样 他说没关系 他说你没有学 还没有学到这一块 可能你还不太知道 但你就跟着他们走会很有意思的 你不要不接受 当时真的跟我讲过 那时候快拍完了来不及 其实巩俐的顾虐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终归呢还是要回归艺术片的 要是这种奇葩的造型传了出去 一代影后从文艺女星变成邪星 那可就尴尬了 最终唐博蝴蝶秋香上映后呢 虽然巩俐誓言的秋香被不少人吐槽 但影片还是斩获了当年的票房冠军 成为了一代经典之作 看到这种情况的巩俐呢 在多年后的采访中坦言 他觉得很后悔 而当时因为巩俐的不合作属于他的戏份也被郑佩佩分去不少 虽然获利 但郑佩佩也被星爷的强迫症折磨得不轻 据他回忆啊 经典片段含笑半步跌的那场戏 星爷就反复拍摄了一整天 他说别看周星驰在镜头前嘻嘻哈哈的 但是一喊咖他就秒变严肃脸 然后去回放每个镜头 还观察身边人看荧幕的反应 只要有一人没笑他 就会觉得不够好 要重来 如今看来我们应该感谢周星驰的较真 因为他的这种较真 才让唐魔虎点秋香 在几十年后再观看时 还能感受到剧中带来的细节惊喜 如剧中石榴姐的画像 当时华恩偷画秋香时被管家发现 管家以为他画的是自己心爱的石榴 还嫌弃华恩画得太丑 为了让华恩开眼 他拿出了珍藏的画作 没错 就是这幅丑的惨绝人寰的画 虽然是丑了点 但是千万不要小瞧他 这幅画呢 可是出自香港著名漫画家 甘小文之手 他的画风呢 大多都是些恶搞风格 与周星驰的无理头风格很契合 除了这幅画 还有唐博虎送给秋香的 以及秋香回赠的话 也都是出自甘小文之手 虽然这些画只有一秒的镜头 但还能做得如此用心 想来这也是唐博虎点秋香 好看的原因之一 剧中由于周星驰对台词的独特设计 也让不少配角成功突圈 如十六姐 怨穷丹 对穿长 古德赵等 就是其中之二 他们的经典桥段 每个人都能随口说上两句 曾经有媒体做过统计 这部影片的常年占据 重播率最高电影榜首的位置 可见唐博虎点秋香 能被大众认为是一部经典之作 是当之无愧的 好啦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若有想了解的影片 请在留言区评论哦 同时你也可以动动小手 关注我们哟 拜拜